拍攝的牌又成 成為選擇的蛋花 哇 小白今天穿得相當的帥氣 歡迎來到台上接受執行長送選的帽子 恭喜小白 來 我們一起看著前方的媒體好嗎 好 左方的媒體朋友 好 謝謝執行長 我們以前小白把帽子戴起來 然後單獨拍一張照片 今天穿得很帥氣喔 先講一下當你的名字被唸到的那個當下 你的心情是什麼 其實很興奮 那其實還沒被叫的時候就非常緊張 因為不知道就是什麼時候會被叫到 那其實內心就一直很緊張 當這個人被叫到的時候 其實是很興奮 然後很開心的上去這樣 對 老闆 因為你的問題還超過問題 因為其實在選之前 其實你都是一些焦點 對於P1的那個地方 你怎麼看現在這個問題之後 你自己怎麼想這個問題 我自己是 因為我自己可能已經有一些想法 那其實基本上還是會跟經濟公司去做討論 那其實我內心的想法應該已經差不多去了今年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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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基本上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這樣 對 好 接下來就是來到你 因為楊原畢竟就像剛剛提安哥就講說 因為其實去年戰績不好 我們是等於整個全新的一個開始 因為其實你強到那麼多的新人 那你自己怎麼看 接下來在球隊上面你的角色很定 其實因為我知道球隊也來了一個外教 那其實我自己會 可能剛進去的時候會去適應外教的 指教他的所有方法 那我也會尊重教練的給我的指示 那我會盡全力的 然後讓球隊可能會有一個新的面貌 讓我加入可能會 不一樣這樣 對 也不差啦 對 也不差啦 哇 這一球 今天安哥 大部分的出手都是集中在外線 而且面對的是 他很有可能會選進來的張振亞 這就是總經理親自厭惑 這個哨音也是總經理的待遇 不能打他的右手 要簽合約 對喔 對 毛好像長長了3公分 摸到就想上了 你在嘴喔 被發現了 我相信張振亞的表現 在未來一個球季 不管到哪一支球隊都相當受到矚目 因為他具有身高 195公分左右 另外還有投射的手感 那我相信這次 現在每一支球隊 好多想 行球隊也是透過這一次的暫停 有附屬一個戰術喔 張振亞的切入 硬吃掉了GM啊 再扣五萬 學長隊的球 剛剛 其實安哥應該是想要放他走底線 要隊友來補防喔 是 沒問題 沒問題 啊 那個 做法 不是 就是 這麼多 是 尊責 我